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时候呢 我们和一头扎到外婆 扎到妈妈怀里 请求得到一种保护 但是成年人没有这种可能性了 面对种种不确定性怎么办 小时候呢 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我们会从一些故事里面汲取经验 比方说孙静修爷爷讲故事 奶奶讲故事 爸爸妈妈讲故事 其实告诉给我一个秘密 今天大学里的播导 EMBA的 教EMBA的 我告诉你 也大多都是讲故事 不会讲故事的人是很难说服别人的 说服别人的很好的方式就是讲故事 讲故事当然是为了讲道理 只讲故事 离不清道理 或者自己也不知道故事是什么意思 那不是一个好的故事家 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叫周七仁 没打过交道 但是我看他最近讲了几个故事蛮有意思的 那这几个故事都是针对着今天疫情情况之下的一种不确定性 周老师在这个地方侃侃而谈 比方说他讲了有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很小 很小很小 这做什么呢 做气体的 很小的公司已经上市了 很多人不知道啊 我们除了生气以外 呼气以外 自然界当中很多气体是有用的 比方说矿产底下附带很多气体 这些气体呢各有其物理化学性质 带有两个难点 一 你怎么把它分离出来呀 第二 你分离出来带有杂志纯度不够怎么办呀 哎 这家公司啊 阴差阳错 他当年创业老总呢 曾经到清华学习过 因为各种因素没有 没有最后学下来 人生有点遗憾 但是他一直关注科技 他比较早的时候关注这个气体啊 各种不同性质的气体在商业上有什么应用 当然就要关注他的物理的状态 商业上如果要是有价值 那这件事不是很冷门吗 一直带着这个念头 他就有一天有个独到的发现 就像牛顿呢 在 在在这个赛艺学院那个地方突然间掉下一个苹果 引发他的互发气响一样 这个例子不恰当 牛顿发现苹果掉下来的时候 别人无数次看过 没有引发联想 但是呢 当这个老总发现这个气体的时候 别人已经商业化了 他是做近视眼开刀手术 哎 美国人呢 你用做的一小罐气体 开刀 近视眼开刀 很多人连近视眼能开刀 一次彻底解决问题都不知道 适应范围非常宽 我这个去年在北京同仁医院 宋旭东教授给我做这个老年性白内障的时候呢 我向他请教过 他说 哎 近视眼手术很早以前 比如20年前是俄罗斯的技术 现在呢 世界通用的技术 哎 非常成型 都是机器手做 都是机器做 做这个手术啊 要用到一种气体 很小一罐 很小一罐 居然卖十几万人民币 我们这个企业家说 哎呦喂 他这钱赚的也太容易了 于是 他就开始呢 研究这个气体 很多人还不知道 其实呢 做芯片的时候啊 他也用一种气体 过去叫做特种气体 也就是芯片加工 到最后不是靠物理方法 不是你去摸一摸 动一动 刮一刮蹭一蹭啊 而是靠气体 怎么靠咱就说不明白了 反正这个人研究呢 这个气体 最后呢 他这个气体就供到了阿斯迈尔 世界上有名的一家大公司 得到认可了 全世界供应了 于是乎 这位老兄就靠着一小罐特种的气体 牛大发了 很多人离不开啊 对不对 他这一点东西很多人离不开 很多行业离不开 竞争的卫士当中就不同 于是他就 这人争气啊 当年清华没读成 最后呢 相当争气 到时清华毕业的很多人也是庸才 做不出这种东西来 这个例子 周教授说 或许说明了以其多有的价值 确立了在市场当中的不可替代性 或许以其多有的价值 确立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疫情之后的市场竞争条件下 它依然可以屹立不倒 如果说这个例子有点高精尖的话 咱们说一个大众化的 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广东佛山 佛山呢 这是一家玻璃厂 玻璃厂呢 亚洲最大的 我们不是有个玻璃大王跑到美国办厂去他们经常看他的故事 我告诉你 企业家一旦成了电视上的名人呢 那就是另外一种生活了 这个企业家非常低调 不出去 民营企业 他呢是虽然亚洲最大 但是呢500强排不上去 疫情期间呢 这个企业有30个分支的公司 没有一家企业停产 湖北的公司啊 武汉闹到那种程度 不停产 这家分公司设在湖北的黄石 大家知道不知道 黄石疫情相当严重 美丽的逆行 几万人就分一部分人到黄石 在疫情的冲击之下 工厂不停产 这么做到的 人家董事长说了 说是这多年呢 我们练就了一种功夫 这种功夫也许是中国的企业普遍缺乏的本事 就缺少他要克服市场上能力弱的这种产能的短板 我们老说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 平常动不动就得停产 因为产能过剩了吗 什么叫产能过剩啊 这个企业家认为产能过剩的本质是产能和市场能力之间不匹配 就是你生产那个东西啊 没用 就跟劳动力市场一样 说这么多人竞争一个岗位 这也是 如果人是一种能的话 那也是产能过剩 但是需要的人永远找不着 这是用人市场上的结构性的矛盾 产能也是一样 你的产能和市场能力之间不匹配 那怎么办 他们造玻璃的 玻璃有个特点 玻璃厂这炉子一旦打开了 烧上去 那就不能关 玻璃要把玻璃烧卷了 烧焦了 烧到特定状态 高温了 所以炉子 炉子 驴子 驴子也不对 炉子 炉子就不能停火 停火就造成重大使势 资本金就烧没了 所以呢 确保炉子不停 还要继续烧出那么多玻璃水来 出那么多瓶子 还要市场上把它卖掉 实话说 这很难的 这玻璃瓶有很多很多用途 他们多少年来呢 炼了一个本事 什么本事呢 就任何一个方向用途的销售占比都不能超过这个企业总销售的10% 深刻吗 不深刻呀 去市场卖鸡蛋的婆婆都知道放几个篮子里 不能放一个篮子里 你再好不能超过10% 再好的生意也不能让它变大 一定是多元化的 一定是10到20个方向 同时在做 变大了之后 你知道什么意思啊 电打气客嘛 变到了 它又是银行 又是投行 又是风投 又是企业 又是仓股 又是媒体 对不对 最后把银行给你灭了 高利贷 高杠杆 这企业 我说那个形象 你看出来了吧 就不能让它那么大 不然的话就很麻烦 对不起啊 这是我说的 这家企业多年呢 它就是凭这么一个常识 或者说练这么一种功夫 在今年疫情期间 不确定性的考验之下 就瓶子卖不动了 药瓶子却起来了 因为大瓶子卖不动了 进家庭的小瓶子猛涨 东方不亮西方 灭了南方 有北方多元销售 练就的这个功夫 总的销售额 疫情期间不但没有降 反而在涨 大家都不生产了嘛 只有你家生产嘛 所以利润也在涨 更重要的是结合疫情呢 防疫专家的意见呢 他二三月份就制定了 严密的工厂防疫计划 他给黄石市委打报告 说工人不能回家 工人呢 不能回家 你这个决定 你工人不回家 危险性更低啊 黄石市委书记和市长 人家都讲政治风险的 就是说这些让我们 我们试定不了 报省委 湖北省委省政府 同意他们维持生产 不仅这个工厂 一直没有停过工 他手下的全国的30多个工厂 都没有停过工 这家公司招人 招人都不招一个地方 分开招 为什么 防止风险集中呀 跟那卖鸡蛋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这种功夫是平时练就的 向死而生的过程当中练就的 周教授说这老总很逗啊 他在北大哲学去学过 学医学学了很多年 他认为不确定性世界 诱导能把所有的企业拖垮 就天天处于不确定性状态 一天三变 那企业生产起来之后 企业内部是有组织的 那按部就班的 好 他能把企业拖垮 可是 如果你平时有这种注意 应对突发事件 你就不至于稀里哗啦 溃不成军 企业的最重要的 日常的功夫是在你手里的时候 你把它准备充足 然后发生 不确定性冲击的时候 至少你表现的要比别人表现的好 这次疫情呢 检验了他的这个哲理 人北大毕业的侃侃而谈 这种人我见多了 但是干企业能把道理放到企业里面去 这种人你必须佩服 这疫情期间好多消场 就因为疫情一个因素 停缠了 那怎么办 订单反而向他集中 要求他加大供应 于是同样在2020年 同样在疫情当中 很多企业能活着就不容易 开工资都很难 同样的业务 其他人仰马翻 他自己赚个钵满盆满 他说就是因为他平时 注意这个问题 到关键时刻抓得住 抓得紧 企业管理企业流程再造 还有企业数字化 现在各种各样的技术已经很多了 很多企业呢 对这种事就是说说 反正别人说区块链 咱也说区块链 别人说质量管理 全面这样的管理 咱也说全面质量管理 多半都是那办公室弄出来 墙上挂过 写写开会讲讲 就完了 不当真的 认真学的有几个呀 认真学日本好几年 光是那个车间呢 这个炉堂面前扫地扫了三年才过关 但是这家企业就是一个认真 认真 这种功夫没有白费 所以呢 这个经验看起来 值得很多人学习 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呀 这企业有什么独到的吗 没有啊 没有人家怎么就成了 所有的成熟的技术 成熟的管理 人家真的照着去做 所以这个企业就在外边 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之下 企业 组织起来了 组织的好 还有一个例子呢 第三个故事讲 清华门口一家企业 我们这个眼睛 我们这眼睛 老有人怎么 老有人说我三角眼 我这眼睛搭了下来 人的眼底有很多丰富的血管状态 医学家认为呢 眼底呢 是无创的 无创呢 可以知道血管状态 它是最好的窗口 但是呢 全国能够读眼底照片的好医生 人数非常之少 只有呢 全中国 只有几百个人 千百人 可是呢 眼底的这个东西 这个照片啊 读这个东西啊 对于那判断你的这个健康非常重要 这个信息对理解人的健康非常重要 而且成本非常之低 那怎么办 有那么几个人 有学软件的 有学这个学医的 主要是两个人 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 把全世界能读眼底的血管的照片 眼底血管的照片 大家知道不知道 我住院去那个做白内障 我才知道原来 那个眼底是个非常重要的学科 有叫魏文斌的 原来在中央那还跟我一块做节目 大教授魏文斌 现在当了这个同仁医院的这个院长了 魏文斌 眼底专家 他讲起来 听不懂 太复杂了 那读眼底血管的照片 那也是大学问了 但是这两个人 居然就把全世界最好的 三万个能读眼底血管照片的医生的经验 给他集中到一块来了 通过呢 AI来训练机器人 实现了人工智能 现在一分钟一个 血管状态的报告就出来了 你把魏文斌院长的活都给 抢了 现在国家医药监督局批准了一项可以上市了 通过这个照片可以干嘛 没病 眼底最简单 最举个例子 最简单 糖尿病眼底不是发生变化吗 好 耍 耍 出来了 筛选呀 事后的治疗变成事先的预防 知道人的健康状况 这是一个重大的技术发展的方向 如果可以很便宜的这种技术系社区 那进家庭 进老干部活动站 给大家做测试 人就会提醒自己 哇 斯马老头 隔壁王奶奶 你们要注意了 现在糖尿病 前期 你这眼睛已经发生变化了 二二级糖尿病 你必须得定量服务 控制加号 12345 健康作用非常之大 这期就这么冒出来了 疫情有什么关系 疫情对它有什么影响 不但如此 人们争着往里扔钱 好多拿着有钱的人 没地儿投 拿钱干嘛去 一听说 能不能把我 我掺一股怎么样 我比例小点 我钱多点 愿意 好几轮融资 重要的是整个竞争过程当中 它开始往独到的方向走了 增加了独到性 就有远大的前途 请问全世界有人干这个吗 也许有 但是现在还没发现 但是人家已经第几轮融资了 了不起 面对疫情之下的企业竞争的这种不决定性的环境 人家找到了一个独特方向 刷 把卫文斌的活就给呛了 再举个例子 再说个故事 第四家是美国的一家公司 它已经在顺意医药基地板块落地了 这家企业呢 它这个 它的发明呢 首先是个发明 然后又把它量产化 选择了到中国来 为什么到中国来 因为中国产业链太完整了 中国人效率太高了 中国的这个工人的素质 那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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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说邻居 啊爱吃咖喱那个国家的素质 不知道高到什么地方去 这家美国企业所做的决策和特斯拉做的决策一样 为什么到中国来 就是因为看中了中国这些优势 他是一位科学家 很多人都认为眼睛瞎了就是眼睛不行 嘿今天我举的例子 怎么全跟眼睛有关 有人以为这个瞎了眼睛瞎了就是不行了 不论什么原因 反正瞎了不行了 不能复明了 眼医院里边眼科做不到了 那怎么办 给他个棍子 叫他到盲语 拿那个纸拿针扎 扎完了之后这么读 对不对 最多学个乐器 跟赵本山一样啊 拉弦 还有条件好的 给他一只导盲犬 很多人以为导盲犬那东西很可爱 是很可爱 但是太难了 有几个盲人 全国几百万盲人 有几个盲人能有导盲犬 对吧 所以啊 对盲人的那种痛苦啊 我是感同身受的 我有的时候去忙着按摩店 忙着师傅 都会讲他自己的故事 我听了很多很多的故事 怎么帮他们呢 这个美国的科学家 就找到了一个帮他们的办法 他有一个观念 他认为 首先他是脑科专家 脑科专家 他认为啊 人看东西 你以为是拿眼睛看 对不对 我们都认为拿眼睛看 确实也是拿眼睛看 但是这个眼睛只是个镜头啊 镜头成像的处理 复杂的过程是在这儿完成的 是吧 在这儿完成的 或在这儿完成的 大脑在里边完成的 眼睛是个通道 是个镜头 眼睛如果失明了 眼睛呢 这种呢 作用丧失了 还可以另找一个通道 重现光明 科学家有这种渐渐的认识 那企业家的本事是什么 就是把科学家的认识 变成一个技术 然后再把技术变成一个产品 然后再一代两代努力奋斗 把产品变成市场 市场变成 钱就回来了 对不对 北京顺义呢 是他们的第三代的产品了 头上带一个摄像头 就类似于我们那个 什么AI增强技术一样 不是很大 带这么一个摄像头 然后呢 有个电子板 有个电子板呢 电子板呢 做得很小 放在哪 放在舌头下边 因为人的舌头啊 据说是最敏感的 不然的话 你怎么叫尝尝 让我尝尝 哈哈哈哈 舌特别敏感 舌下更敏感 要是说你心脏有病了 然后有个东西 刷 放到舌下 含浮 那个地方最敏感 他把一个 把一个这个什么电子板呢 他放到舌在下面 于是这个信息就进入到了成像区 盲人就可以看到了 这件事是真的假的 真的 到北京盲人学校做过测试 北京盲人学校好多孩子在那学按摩 但是呢 这些盲人被请到篮球场 说来试试吧 一个一个 第一次可以拿篮球投到篮球框里 有的第一次看到文艺演出 哎呀 那种激动 那种欣喜 那种对这种技术巨大的希望 中国有五百万盲人呢 都在张海迪姐姐领导的啊 残联的那种领导之下 所以这件事呢 周教授说他不光是杀业加持 更是人道主义的伟大的贡献 对怎么提高人类品质 那也是非常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而且他不仅仅适用于盲人 你想一想 他还可以在很多其他方面 开发出东西来 对不对 有一次我去以色列 去以色列呢 他们带我去参观他们的 这个所谓高科技的孵化工厂 我看到一个技术很有意思 有一个人呢 有一个人他叫是见动症啊 还是什么东西 我记不清了 反正是他没有其他的能力 他只是眼珠会转 只是眼珠会动的人 他居然能够操控计算机 就是因为他眨眼的动作 这种微弱的生物电流 然后以某种方式呢 和这个机器建立联系 所以我想 这个顺移的美国科学家的这项技术 有可能在别的方面 有更大的应用 那 美国总统 现在总统特朗普先生 6号的时候就该交接了 他要脱钩 蓬佩奥刚才喊着脱钩 在商言商啊 从商业角度来说 美国很多公司其实未必愿意脱钩 过去在中国有20%的钱 20%常规赚 至于并购 收购 那我告诉你 赚的钱就更多了 现在呢 也是 百分之七八的利润 这个钱 这个钱 比过去 20% 30%的时候少多了 但是那也不容易 你在什么地方能赚这么多钱呢 而且中国如此之 和平 如此之安定 踏踏实实赚钱 很多人说贸易战 贸易战 美国人不来了 不要一说贸易战 本位的全球化呢 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周教授说 他习惯从企业角度看问题 特朗普厉害不厉害 那能老头 这老头愣 老头厉害 他制裁华为 制裁华为 你得先制裁谁啊 你得先制裁美国公司啊 你得不准美国公司 往中国卖东西 卖给华为 对不对 你首先 你这一本 当然打了华为一板子 但是你同时 打到了美国企业的屁股上 那美国企业怎么办 美国企业就 就折腾啊 美国企业想拐弯啊 美国企业 你把所有的路都堵死了 美国企业经济受损啊 所以从企业层面来看 全球化会有波折 但是不会逆全球化 整个倒退回去 最关键的还是 企业家怎么行动 中国的企业制造能力强啊 产量强啊 模仿力强啊 市场大呀 所以特斯拉在美国最大的毒点 最大的毒点 遇到最大的困难 是攻不上 到了上海 一年产量 上去了 特斯拉产量上去了 特斯拉估值就上去了 所以特斯拉在股市上 他那个增加值 很多人说 那了不得 上海人说 阿拉为 阿拉为特斯拉 他这个估值啊 上去做了贡献的了 能晓得了 是阿拉的贡献呢 阿拉的贡献 就是中国的贡献 这是中国的全球 比较优势的 这个组合 那不会因为 特朗普就中断 更何况 特朗普1月6号开始 他就不是总统了 不是总统之后 即便拜登先生呢 延续特朗普的路线 不能一下子 马上改过来 但是全球化的 整个大的趋势 要彻底改变 是很难的 对不起 跑低了 再讲一个 第五家公司 另一个故事 是第五家公司 是做互联网的 说到互联网 很多企业都毛了 做可能不懂 不做就会死 这家公司 就是把互联网技术 做到了建筑工地 中国一年 有100万个建筑工地 管理水平不高 先做财务 财务做完了 做工艺流程 然后把整个流程 清理完了以后 用软件设计好 搞不好明 他过去我们的建筑工地 跑冒低漏太厉害 那个黑线 全都借了房价 全部借了建设成本 这家公司 就围绕着建筑工地来做 这家公司 就用互联网技术做 在云里提供服务 交一点钱 给个密码 你可以填一个树 然后就往前走 把整个建筑工地 管得井井有条 不光全中国呀 全球有900万个基建工程 中国占了九分之一 就光是中国的市场 占了全世界九分之一 好大的市场 这家企业怎么样 这家企业就某 咬定青山不放松 咬定工地不放松 砖头瓦块都是钱 活得好好的 活得太好了 活得只要扩大规模 再举个例子 也是企业活得好的 这个活得好的呢 是 弗山的一家公司 又是弗山 前面讲了一个弗山的故事 咱们不说双循环吗 双循环你到底是国际市场 国内市场啊 看今年的考验呢 国内一出问题 国际市场还可以 等到拿了国际的单子 还没发出去呢 国外的市场比国内还严重 然后过一段时间 国外的单就飞过来 因为国外的产能停了 这么一个折腾来折腾去的不确定性 前两天南方有的省 就是因为国外的订单 雪片飞来 年底压着 二十 恨不得二十四小时前头加班 加点生产 电力消耗的比较厉害 这些事都以前没料到 为什么没料到 叫做不确定性 作为一个企业 你怎么面对这种外部条件 不断变化 不确定性呢 一遍一遍来折腾 那怎么办 这家公司的老总姓罗 他做的产业呢 叫高分子材料 高分子材料主要做包装了 面向全世界市场 做全世界市场 那做全球市场 国内市场怎么办啊 这个企业做到这个层面 不确定性的 分治它来怎么对付 每件事都是具体的 他呢 找出一个在国内卖的最火的产品 就消防用的材料 用它做什么 用它做基准 就像我们小学生说 以司马南同学为基准 相右看 去 左右一 一把同间宽 站站队 要找一个人做基准 就是消防用的材料 国际市场如果好 产能要给国际做 把这块产品提价 让国内的需求收缩 国际市场下去 这款产品降价 让国内需求涨价 我们有些企业家 真的很聪明 这件事看似容易 找一个为基准 然后价格自己调整 但是 这绝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因为还有行业呢 还有行会呢 你怎么就能决定价格呢 你有多大能内决定价格 真是绝了 我说 这个周教授问他 你说这个东西都是 是都江燕吗 水大了 走外江 水小了 走内江灌溉的思路调整企业 我们现在都说国内市场 国外市场 现在都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这个企业当然就靠这个办法 就靠这个办法 类似都江燕一样 分水 分水有这么一个套机制 做得非常之好 任正非有一段话 供大家参考 很多记者问任正非 说你们华为啊 明年是打国内啊 还是打国际啊 不是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吗 任正非说不知道 我们对这些问题 从来都是糊里糊涂的 记者没完没了的问 说那到底往哪打呀 任正非说不知道 说那 说那你知道 那你怎么做呢 我们大家就想知道 华为怎么做 华为一面旗帜吗 任正非说 我只知道客户在哪里 客户在哪里 我们就打到哪里 所以 要把写文章的语言 变成企业作战的语言 真要做一个好的企业家 必须要应对 不确定性 有一套自己的定力 好了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跟各位讲讲 这个教授叫周七仁 北大的 我没见过这人 有机会再向这位教授请教 他讲的这个故事 倒是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那些 想做企业的 准备做企业的 中国每天都要人 自己起 起照做企业 坐着坐着就黄了 不容易啊 感谢收看 下期见